Hai Kao 同學來了 各國奧客都一樣 化妝心維持常態 寵物餐廳被留一顆心 上面寫說 因為店裡只有狗沒有貓 他開火鍋店 服務也不錯 價位各方面 他有一天看到一個部分 他說 離我家實在太遠 很爛 我們泛國的服務生 就是比較沒有禮貌比較討厭 用我很爛 我已經給他便宜200塊 他拿襪子說 我買了衣服嘛 你送我襪子好不好 然後 就跑啦 到底是誰啊 五十步校百步 義大利法國一樣奧客 法國是小義大利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沒有給他麵包 義大人說 沒有麵包我不吃 大聲 法國人會說 這個餐是不是賠一個麵包比較好 不是 要麵包 不是 要麵包 來 搞什麼東西 動作這麼慢 不要說那麼多 叫妳們經理出來啊 奧客怎麼這麼多啊 同學來了 很煩耶 假如我是主持人 假如我是主持人 剛好也是奧客的話 我覺得說 但我不是 剛好尿氣氛也滿好的 過了… 可以啊 對… 但是說台灣就是奧客比較多 可是我覺得要看店員吧 因為像你 你就是遇到那種漂亮的女店員 就是她把你的卡刷退 又再重刷這樣 對 你都沒有生氣啊 看人… 就是要看店員吧 是她剛好找得 剛好長得漂亮 長得面貌較好 如果說她的面貌上面 比較樸素的話 我也會看到她美麗的心 真的嗎 所以會啦… 這個東西應該的嘛 而且我們要做口碑 你在外面稍微發個脾氣還是什麼 講謊話臉都不會抖 講謊話臉都不會抖 我已經決定好 一輩子都要講謊話了 所以我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反應了 對不對 日本有沒有 日本應該有奧客嗎 也蠻多的 我曾經在日本就是打工過 然後在餐廳打工 那時候就是不小心把被子 放的時候有點大聲 打 卡啦 她就 這是什麼態度 你什麼態度 我就馬上跟她道歉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的 店長也出來 我跟她一起道歉 道歉完之後她回家 再打電話給本公司 把我問說 你們的店員態度怎麼那麼差 或是被長官罵 被店長罵 然後在 她之後在搜尋那個Google Google Maps上面 給我評論 給一個一顆星的評論 給一個信教豐田的那個態度和差 請大家注意這樣子 這位真的演 超衰 好可憐 而且 今天呢 就是有一個調查 外媒的一個調查 說前六名的這個 最奧客的一個國家 剛好 其中兩個國家都在現場 都在現場 就是美國跟俄羅斯 美國跟俄羅斯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了全世界各國的奧客 來到現場 還有我們台灣的代表 今天要來聊聊看 到底哪一個國家 才是奧客第一名 好不好 OK 先問一下我們外國的朋友們 台灣 在台灣 現在講台灣 奧客是不是很多 來 全貨倉 注意一下 這個連想都不用想 好 對啊 把餐廳當自己家 廚房 是 對啊 滿OK的啊 很溫暖 真的 你看 我們在義大利亞 你要點東西喝 比如說你要買一個飲料 一個咖啡 簡單的 冰的 熱的 兩個 在台灣 就是人家說 還有給你加多少冰塊 不然我加三個冰塊 對啊 服務啊 對啊 那糖什麼 一 兩個 三個 就是有服限的 那這樣不如你自己去 你走到裡面去 你自己加你要多少糖 你要加多少冰塊 為什麼這樣還要為難那些 那些店員呢 這就是服務啊 有些你自助式的話 你就自己去倒冰塊 你要加多少隨便你嘛對不對 但是呢 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讓我自己變成一個奧客 你知道在台灣 就是有一次 我去一個地方 我想要點一個濃縮咖啡 那 其實濃縮咖啡很簡單 你就是每次咖啡不要加水 它就是一個濃縮咖啡 欸 我去那個便利商店啊 有一家是給我 那 我就很高興 後來去其他地方同一家喔 同一個聯盟喔 他就說不行 沒有濃縮咖啡 我說 可是那個機器上面有寫Espresso啊 就那個咖啡機上當有一個牛 他說 欸 那個不能按 那個不能按 對啦 為什麼不能按 我覺得你叫的行為真的是很奧客 因為搞不好那個員工他只是上班的 那個機器買了有Espresso 可是他沒有這個品項 他沒有這個品項 他沒有辦法製作決定去賣你Espresso 對啊 他沒有辦法去決定啊 所以你真的很奧客 子龍 哇 我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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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聽不懂中文 我抱歉 但是給你Espresso 那個第一家是不是在宜蘭 我們接受你的道歉 對 我覺得這只是突發事件而已啦對不對 好 魯之善你打圈 超愛拗免錢的 請說 因為我之前在開服飾店的時候啊 很多客人就跟我煞價 我覺得煞價沒關係 可是有一些人的態度是真的 完全受不了的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就是 我已經給他200塊 便宜200塊 我已經心裡放棄了 OK 你趕快走吧 那個樣子 然後OK 好 謝謝 拜拜 的時候他就去門口 然後拿門口的襪子說 我買了那個衣服嘛 我 妳送我襪子好不好 然後拿走就沒有回答 就好了 被搶劫 我 我沒有 被搶劫 被搶劫 我真的 但是你們的笑容好像感覺 你們身邊好像也有 聽過這樣的事喔 好像不意外的感覺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客人後來有常常去妳店裡嗎 來 那妳看就是他跟妳打個來 對啊 就常客 常客OK 好不好 他拿著那個襪子是在考驗妳 對 值不值得我上次再來一趟 對 台灣也沒有人過 我上次就再來 我不去別家了 我就只愛妳這一家 那一天他剛好經過一個水汁 踩到水襪子濕掉 剛好妳救了他那個襪子感謝妳 所以我每一次 那個姐姐來的時候 我的心裡是有一點複雜 就是 常常來看這邊的客人是說 感謝是感謝 可是每次來的時候 一直跟我殺價 還說真的沒辦法做其他事情 台灣人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可怕 就是 妳有沒有誠意 妳有沒有誠意這句話這樣很可怕 比如說有一個畫家 他常常會戴一個橘色的帽子 很喜歡買一些玩具 熊啊 幹嘛的 那種比較貴的 他去那些玩具店的時候 買一個很大的 他就說 欸 老闆 妳沒有誠意這個小的 能不能就是一起 打包一下 打包一下 對 這個畫家 戴橘色的帽子嗎 對 橘色帽子 橘色的帽子 等一下 我自首 你買到要逼人家送小 我自首 那一家玩具店老闆 真的是我好朋友 班傑那次你在的時候 你在的時候我是在跟他玩 為什麼知道 因為老闆有一次 我剛剛去跟他認識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買 他賣我東西比較貴 他把我當一般的消費者在看 但沒想到我的玩具圈 有很多的粉絲會爆訊息給我說 你買貴了 他賣你太貴了 我就回頭跟他講說 欸 你這樣的話其實丟臉是你不是我 因為很多人會跟我講資訊 不好意思啦 怎樣怎樣 後來我們就擲乾淨 擲到就是我常常跟他買 買到他送我生日禮物是 送我一個限量版的一個超級公仔 所以我們是有交情 一來一往的 現在好像我們都在合理化 我們所有的行為 我們是OK 沒有啦 不是 有一次買貴人 但是如果商家是願意賠益 或是願意再下一次 用更好的方法回饋你 我覺得這個我們正式上 這也算不錯啦 很怕遇到那種就是 那種才是奧陪吧 天啊 風田你怎麼會這樣子 他提出一個非常好的 對 因為我們 你殺價完以後不買 就是浪費時間人家也沒 讓人家時間然後錢也沒賺到 對 我們不是我們殺完價買了以後 我們下次再回購 對 再回購這樣子 大家又變成好朋友 有感情又讓你賺錢 對 大概是這樣的 請把那個叉換成圈 沒有… 還是有你自己的想法 來 班傑又要講了 又說我們喜歡閒動閒息 他們就是 很喜歡講這個東西的不好 但他們明明就要買 比如說我拍賣一個腳踏車 我原價2萬 我拍賣1萬 應該不錯嘛 半價嘛 雖然我騎過了 但是 就有人說 欸 你那個輪胎 我看到是不是有秀的痕跡 能不能幫我再拍照近一點 我還去拍照近一點給他 其實還好 我要把它擦掉 我說感覺這個腳踏車太舊 不然你就3千賣我吧 這個是 會讓我心覺得 我幹嘛浪費這個時間 後來他就說 好 我跟你講實話 他改個招 為什麼要3千塊 他說因為 我老婆控制我們家裡的預算 我其實啊 我只有一個禮拜的那個錢 就有4千塊 那我還要1千塊吃飯嘛 所以你3千塊 假如他在賣我是合理 你說你3禮拜之後再來跟我買 你真的假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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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積蓄的再來買 但是我覺得這一招後來 我覺得蠻有用的 因為我自己在網路上就學習 我發現有一個古董的那個電扇 大銅的 就很漂亮 那種算是水藍色的 很多人應該家裡有這個 他其實一台是2千塊 有一個店家他就是在賣賣賣賣 他就一直賣不出去 已經過兩個月我就跟他講說 我看你這個電扇放兩個月 不然你1千塊就賣我吧 對 好可怕 真的就賣我 他真的就賣你 對啊 不然要擺著也是擺著 所以其實 網路上有很多奧客 那現在就是 一旦客人不開心就可以 直接給你負評 那個負評其他人都看得到 就是影響到這個人的生意 那有沒有看過 比較誇張一點的那種負評 誇張的負評有嗎 來 有 但我覺得我先講 我覺得我不能講說這是一個 你給別人留言對不對 不是 就是你嗎 就是你嗎 沒有 講朋友的故事其實就是你吧 其實我遇到這是我太太的朋友 他是開餐廳的 他開火鍋店 然後呢 他有一次就跟我們分享 他看到一個負評 因為他火鍋店 幾乎都是五顆星的評分 就是非常好 服務也不錯 價位各方面飲食什麼食材 非常好 他有看到一個負評 他說這個負評是負評嗎 但是一顆星 只有一句話 就是負評 對 就負評 他寫一句話說 蛤 這到底是正經 這是負評 這個我不行 他什麼 他就說我看不懂 那所以是代表說 反應一個邏輯 應該是他很好吃 那個人很生氣說 怎麼離我家那麼遠 沒有 我覺得 就是開餐廳被留負評的機率最多 你知道馬哥剛剛講的 我就想到我一個朋友也是 他家是開那種很好吃的北方麵館 他也是被收到一顆星 然後就寫說 東西很好吃 但老闆娘嗓門太大 然後不設施 對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是開寵物咖啡 寵物餐廳 結果也被留一顆星 上面寫說 因為店裡只有狗沒有貓 蛤 他很奇怪 他幹嘛 我跟你講餐廳最容易被留 對 真的 那妳叫我哪一天弄個草泥馬還得了 妳現在的餐廳想像都蠻慘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為了就是 找麻煩 接著條骨頭 那我曾經看過一個就在東區 裡面的老闆娘就是北方妞 她的個性比較嗆一點 我看到她上面留給他負評 她沒回罵她 她現在回罵她吃 然後讓她說 不要來啊 因為妳的嘴的話 妳的嘴這麼爛的話 應該也是吃那麼低級貨吧 我們家的東西可能不適合妳 她結果我看到她只要留 只要留一分了 她全都給人家回罵 開的是那種是川菜的那種火鍋 那種 酸菜白肉鍋 花椒 花椒火鍋 對 四川火鍋 這個老闆娘蠻有風格的 有些時候說不定 多溝通反而變朋友 有些也是一樣 也是那種北方麵館的老闆也是 我去裡面她說我們三個人 她說我要一個什麼 譬如說什麼一個什麼蒜泥白肉 她說好 我要大份的 妳們三個人小份的就好 她會自己幫妳講 妳三個人小份的就好 然後她說那怎樣 我要吃這個什麼辣的 她說妳看起來腸胃不好 不要點辣 好激活喔 不給點的 聽聽聽 來吃可是很好吃啊 對 很好吃啊 老闆跟老闆娘有一套的 對不對 但是給這個店家一顆心的 我們這邊也有 誰 不喜歡的那個臉 還是中間就哭臉 還好嘛 然後我那時候 特別特別特別不喜歡那個服務 她就一直罵人 我在前面幾個人也一直罵他們 為什麼妳沒有帶領先 妳覺得我現在可以出去換錢嗎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在她的面前 就按了那個 非常不開心的那個臉 然後她說嘿 你怎麼按這個紅色的臉 我說因為我剛剛看到 妳就對客人怎樣 所以我有點不開心 我覺得這個是妳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今天特別不開心 難過或者妳生病不舒服 那就不要上班吧 台灣也會這樣嗎 就是真的超級奧客 大家有看到 或是妳本身自己有什麼經驗來的 在意大利啊 我跟好朋友回去意大利的時候 我們去一個餐廳吃飯 好 意大利的餐廳文化 跟台灣的文化有一些不一樣 她到那邊她有發現 其實有一兩桌是真的吃完了 在聊天 她跟那個店員說 那些吃完的可不可以 他們可不可以先離開 這樣我們才可以吃 是... 這個超沒禮貌的 太糟糕 我聽到她講說就 你怎麼這樣 我... 我也不是意大利人 我也不是意大利人 這太丟臉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啊 對啊 然後那個 她還... 那個店員跟她說 你是...你瘋了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趕客人啊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換 換... 轉... 轉台我們沒有 就是你坐在那邊 你要吃多久就多久 我們沒有那種什麼90分鐘啊 對... 這樣很沒禮貌 店員不可能趕你走 就是說你一直在那裡聊到他關門 他都不可能趕你走 結果那個朋友 他就是開始生氣 然後他就跟他說 你們 喔 然後那個 然後我們這樣完全沒有 本來搞不好還有一點點機會 他可能會另外弄一桌給我們做 他講那句 就不行 不行 滿了 Go 超沒禮貌的 可是這個就是因為 你看像我們台灣現在有很多 比較熱門的店家 他就會限制了 他就說我們這個用上時間 一開始大家就先講好 就是90分鐘 時間到了 客人自己也知道 喔 到了 這是一個共識啊 我覺得 因為我們後來也會覺得說 好啦... 假如我們要再去聊天的話 我們到咖啡廳去聊 像我們台灣的文化 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有看到人家在排隊 我們還自己跟我老婆講 趕快吃一吃人家後面 不要讓別人等 對... 可是事實上 就是 美德 我們自己有一個美德就不要 我們會替人家著想 你們應該不懂這個東西吧 我們是善解人意 對啊 對啊 你不然你去後面排排看 前面我吃個四個小時吃個兩天 你去看看 這一集的那個邏輯慢慢清楚了 就是當大家對於台灣人 有批評的時候 我們就會解釋完以後 然後再把人家罵一頓 對 好像是這樣 把自己合理化 我也是曾經被台灣人 被台灣人害過 就是我暫時 暫時我回日本 好罵哀是不是 沒有 是真的 回日本的時候 剛好我的台灣朋友也在 就是來日本玩 就跟他一約時間 就帶他去灌街啊什麼的 就去看那個百貨公司 就是他灌...陪他灌 他看到一個喜歡的包包 他跟我說 豐田 你跟那個店員說 可不可以再便宜一點 因為我網路上看到 其他店再便宜一點點 你可不可以跟他講 但這個對日本人來講 是很丟臉的事情 一切跟他撒架是很丟臉 不能撒架 所以我就只能當個雙面人 跟店員說 不要理他 他買不起這個 這個包包啦 你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這是日文的翻譯 對 而且聽不懂 然後轉身跟那個台灣朋友說 那個店員態度很差 你沒有在買 好恐怖喔 不然這樣 不然我會丟臉 你是生存者 對啊 你是生存者 我知道你今天為什麼 可以在那邊主持 對啊 求生意志 求生知道 OK 這也是一個方法 也是一招 好 麻油 妳去韓國的時候 對…我之前一個人 去韓國的時候 就是住在那種 背包客會住的那種 宿舍式飯店 然後就剛好認識到了一個台灣女神 她對人是還滿好的 但是她每一天晚上 都會跟那個服務生抱怨說 我今天 昨天用了那個洗髮精 然後頭髮變得很毛躁 或是外面的燈太亮了 睡不著之類的 然後就是最後的最後晚上 我在睡覺的時候 她就開始打 然後就 就狂罵人就說 就是隔壁的人太吵 就閉嘴 閉嘴 閉嘴這樣子 就覺得很可怕 這真的蠻可怕的 這個應該不是 不是這個能解決的 這應該要接受治療吧 這個是特別的台灣人的錯 對 這要接受治療吧 特別的台灣人的錯 突然你們的姿勢弱掉了 她一直去國外學壞了 趕快讓妳 好 現在換台會的朋友的壓力 還換妳們說說 幾代國家比台灣跨山的 有 我覺得韓國耶 韓國人就是他的男生 女生 不知道從頭到尾 為什麼每天心情都這麼不好 你去韓國 那我就覺得我 我覺得他們那邊整個人啊 吃飯啊 或是排隊啊 他們沒辦法忍耐排隊 然後呢 你排隊很愛插隊 再來的話就是 你跟他們如果什麼樣不合 想個問問題 他們就會開始很生氣 不然就會罵你 路上可能稍微碰到一下 他就開始咻笑 開始亂罵人 對 他們好像壓抑非常的嚴重 我覺得韓國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們奧可的嚴重 很嚴重 可能旁邊吃個飯 可能大家氣氛很OK的吃個飯 旁邊那一座就要開始鬧事 常常有這個狀況 屬於戰鬥民族啦 戰鬥民族 來 我覺得韓國有一種很可怕的生物 叫做韓國大媽 韓國大媽真的超級奧客 就有一次我們是 一整團的人去餐廳 吃那種很有名的人生集 那種通常都要排很久 我們就是 排到快要看到門的時候 已經排了快半個小時 就好不容易終於可以進去 一群韓國大媽直接插進來 而且他們插是一次插三四個人 就很順其自然 好像就是他們理所當然那樣 我們就有一個朋友 他是比較會韓文的 就去跟那群大媽溝通 就那群大媽超生氣 就他們氣到他們拉著路人 就跟路人指我們 一聽就知道他們在 對 在罵人 然後就是 這樣子 對 到後來嚴重到我們是請店家 因為我們真的太生氣 我們就請店家出來主持公道 那群大媽才願意離開 好出爐 妳居然會有這樣的經驗 魯之善為什麼要這樣呢 妳 不是妳 我也怕那個韓國的大媽 我也吵架過那種插隊的阿媽 插隊的大媽 對 可是我 因為這是 好像百貨公司的一個活動 就是抽獎的那種 然後我等了很久 然後有一個阿媽插隊 我跟她說 為什麼我在這邊很久 妳沒看到妳 為什麼突然插隊我的前面 然後她說 不是啊 我本來在這邊 我去個廁所而已啊什麼 我真的沒辦法果通 然後放棄了 OK 我們有一點吵架後就放棄了 然後說算了 可是她是中了 她抽中了 我沒有中 妳沒有抽中 她講不在的話說不定抽中的就是妳 對 所以我真的超更生氣 還有我覺得 剛剛那種 你們去的地方是可能是很多旅客 去的那種地點 可能是這種大媽的 我覺得 他們不敢跟韓國人是這樣 因為韓國人是一樣可以吵架 對 但是你們是不會講韓文 他們就知道 可能是所以比較 可能氣勢就比較強 所以覺得可能他們不能說什麼 可能是這種態度他們查對 沒有 因為我前幾年跟我朋友去韓國 我們去一個白貨公司 然後 因為我們不會講韓文 所以就是店員也不這麼理我們 我們就是這樣織東西 她會拿給我們 可是我看到在旁邊有一個韓國女生 就是因為這是精品店 所以就是服務要特別好 就是我也看到其實那個 店員也是服務蠻好的 她也是拿就是東西給她 可能也曬那件衣服 可是那個女生可能不喜歡那個衣服 她是直接拿這樣 她就說這樣子 我就真的很傻眼 我就說你怎麼會 帥那個衣服在她臉上 因為我們聽不懂韓文 可是真的聽得出來 他們整個吵架 他就曠罵那個店員 就是不喜歡那件衣服 哇 很誇張 韓國人真的都很誇張 韓國人都那麼暴躁 但俄羅斯沒有好到哪裡 俄羅斯也是 他是直接打起來 不戰鬥民主 但俄羅斯的插隊比較 韓國大媽是直接用硬 硬插入牌 俄羅斯的不一樣 我們出外景到那個海森威 中午的時候有一家在那個 有一個市集裡面賣三明治 很有名的 大家都去排隊買那種三明治要買 我們也是照牌 我們是外來人就照牌 排隊排排 進來的時候 欸 有一對夫妻 那個小寶寶大概才幾個月吧 在他媽媽的身上就是那種 那種媽媽抱的那種 爸爸很胖 就兩個三個人走進來 我們去看他 我們就在排隊來聊天 那個爸爸就看一看 看了前面有人排隊 他就叫媽媽身上把那小寶寶 搬過來 就直接走過去 就這樣 就這樣 因為他有寶寶 對 然後就這樣 他們買的三明治是他們吃的 跟寶寶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就這樣 可是他帶那個妹妹很辛苦 人家可能會看到 寶寶會讓 對 就讓啊 不是 不是 這很低級你知道 因為媽媽身上就背著 而且這小孩子不會吃三明治 他是吃副食品都還沒有到 他是喝奶奶的 他們是要去買大人的三明治 媽媽才有營養 才有營養的 才有營養的 但我覺得這是套路 那個是套路 他可能就是 的確啦 就說因為我有寶寶嘛 那讓我先買嘛 對不對 因為之前我回國的時候 我也是習慣台灣就是 你不管是你有寶寶還是狗狗 還是誰 你還是要派對 可是我去年回去 我就跟我媽媽去一個醫院 然後他們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小弟弟他8歲 所以我們是跟正常人派對 可是有很多那種家長 就是拿著小寶寶說什麼 我要進去 可是其實不是寶寶看病 是另外一個小孩看病 比我弟弟他要大 所以我拿的時候也是很生氣 我就整個在那邊吵起來 可是我媽媽一直這樣 拉我後面說什麼 你不要跟他們吵 因為其實 所以他可能是真的就是 還是要等 可是寶寶就是沒有辦法等 所以他會覺得好 為了這個 大的我還是帶這個 OK 這個我們可以接受 你有寶寶就是金卡 你有寶寶就是 我老人 我一個老人 你們會不會就開車的時候 把寶寶綁在車子前面 喂 我立場都不用停 我以為 不可以 這個不可以 這個危險 不要 不要排隊 對 還有一個方式 我這個我想到 是我之前去美國 那個叫環球影城 他擺這排很多人 我記得我的腳指甲 每次玩EDC或大派對的時候 我腳腳都翻起來 像我這次又翻了 結果呢 他就排 真的耶 坐輪椅 坐輪椅 你跟他 我的腳真的是流血啊 我腳真的 真的 我腳指甲真的翻起來 那你不能 你不能要我怎樣 我真的受傷了嘛 他們只要對於受傷的人都會說 好 那有通關 你讓你通關 你知道那通關的票差多少 一般的票大概也80塊 通關的票大概兩 三百塊 我就拿了一個免費通關票 後面兩個朋友推著我 他們也一起通關 這樣也能玩嗎 我就要去坐輪椅玩 其實這個情況呢 在有一年是上海試博會 上海 因為我上海很多朋友還有親戚 他們講說 欸 你知道我們最近上海試博會 人多到 我很多殘障的朋友啊 最近很忙 我說幹嘛 他說他們都要去陪別人看試博會啊 因為只要推一個殘障的 後面一堆一群都進去 他們每次就結案子喔 就進去 真的 我跟妳講 美國人很妙的是 他對這種抱嬰兒啊殘障他很禮讓 可是很多外國人看到我們華人 他其實 我覺得他可能柿子挑軟的吃 你知道像我之前在美式餐廳打工 美國人一對夫妻來 他們就 因為那是在台灣 他們就用英文點餐 好 那就是那時候小姐 我的英文也不好 然後呢 我就真的不小心幫他點錯了 送錯餐他就 很生氣喔 然後他就大罵一直就說 這不是我點的 我點牛排 妳為什麼給我送漢堡 那我也覺得很抱歉 那我說對不起… 那我當然要給他收回來 他說妳不用收 因為妳點錯 妳送來這邊 對 所以他就要當場 他就要吃那個漢堡對不對 對 好 那就算囉 然後呢 那我就覺得不好意思嘛 想說OK 隨便 然後就幫他加可樂 加咖啡 到結帳的時候我帳單給他 那個老外看了一下說 妳這樣好意思收我10%的服務費嗎 你吃了還吃了 喝了 完了 真的 對 然後全部弄完 然後就說叫你們經理過來 真的經理不在店裡啊 我跟他講說他去銀行 至少要四五十分鐘才會回來 我跟你講那一對夫妻 真的為了省了10% 就做大概快一個小時 這很漂亮耶 是不是 我算進尺 這超不要臉的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我碰過 我真的從此以後有了陰影 再也不服務外國人 真的 真的 會害怕 會 所以我跟你講美國人 美國人還要打叉 也好意思打叉 我覺得美國人他們的每個人 就是很個性化 美國人的那個 自我中心意識都很強 像我之前在等客運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美國老人 他在跟櫃台吵架 我就湊熱鬧 我就過去聽他們在講什麼這樣 我就聽到說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美國老人去上廁所 可是回來的時候呢 柯宇已經走了 他就開始跟那個客服人員抱怨說 就是說 你知道在美國如果車子 他是會等客人都到了才走了這樣子 他說我要去客訴你喔 我跟你講 就是那個自我意識 就是很強你知道嗎 美國會點頭啊 本來就是會點頭 他就幾張票賣了 那個司機他會看多少 他會去點頭一下 你就算人頭啦 對 如果要等真的太久了 他還是會出發啦 因為沒有辦法 好 OK 那剛剛是講到 譬如說比較多是講到台灣的狀況 對不對 那到底你們彼此之間互相 哪一個國家的澳客真的是比較多 美國 對啊 因為他們完全不在乎別人 他們的就是腦子裡面最常見的 兩個字就是 誰在乎 他完全不關別人 我之前有一個美國的客戶 他跟我 他希望我可以通過 我那個義大利的公司幫他完成一些樣品 因為他要做一些產品 然後他想要美的 你自己就想要漂亮的東西 我一開始我沒有算他那個樣品費 我說你以後你做好 你做到高興有量 我們再去算錢 那樣品我先做給你 寄給他的時候 他要做一些改 他要改這個 然後他都不會不好意思問喔 他說你需要改這個 改這個 就說好啊 好啊 那我就幫你改… 我改到他很滿意喔 結果我們要做的時候 真的做的時候他會說 Oh I'm sorry 我就會給別人做 What 好想 白忙一場 What 白忙一場的人 OK OK 好 那你至少給我解釋 我哪裡做不對 我給你那麼多樣品 For free Man 他跟我說 I'm sorry I'm sorry 再也不接 找別人做 你們競爭可能太大 他就是一定要用這些方式來生存嗎 還是什麼 我知道 就是有一些那個美國人 他們會聽說 有一個義大利人真的很傻 你去那個店 你跟他要一些衣服 他通通都會給你 你要就是一直跟他哈啦… 他就會跟你打關係 覺得說你們的情感越來越好 你們的衣服越來越多之後 你就不要再理他 然後就會找不到你 好壞喔 你很壞 很壞 人情味 你知道我到紐約去 我到紐約去的時候 一次過年的時候 有朋友辦派對 很多人去 他們居然是怎麼樣 他們去派對去 很貴的服飾店買衣服 但他買了之後呢 他七天之後可以把衣服還回去 穿完就打回去還 他們說居然在那邊是一個 就OK了 衣服上面有味道 可以嗎 可以退 你只要標籤不要剪 不要弄髒都可以退 衣服基本上沒什麼髒都OK的 以前 是美國兩個地方才會發生 對 紐約啦 而且他美國比較不會這樣 但是這一招聽說很多台灣藝人 也會做喔 真的嗎 裡面有什麼牌子啊 標籤沒有剪掉啊 我們通常都還好 真的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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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要退貨了 等一下要退貨 等一下退貨 對啊 不會這樣子呢 可是還好我們是穿著露營啊 有些穿去派對那種會有煙味 那種不行吧 對啊 至少沒有吃東西 對啊 是的 我妹妹 她會在亞馬遜 她就買一些她要的東西 對 沒有 一定要亞馬遜 她已經查好了 因為她們有一個方案是 如果要退貨 如果那個什麼運費超過多少 她就不要了 等於是妳買的東西 要退那個運費太多 超過的話她就送給妳 對啊 對啊 所以 她都會買 比如說她那個 她婚禮 辦婚禮的時候 她去找很多那種串燈啊 各種製作品啊 她就找那種東西是 如果退它是好像不划算 那個運費不划算 運費啊 什麼助理的費用啊 太貴了 她乾脆就不跟你 對 她全部都是 她會叫快遞的人來收 所以其實買家是 不需要付任何一毛錢 就算我退貨 新招 對啊 這招我很想學 我也要學 你不要 照你們這個邏輯 你應該覺得說其他國家 應該沒有什麼奧客的行為吧 在美國的義大利人 是最奧客的 什麼你在說話 我的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 我的季附是一個義大利人 我覺得他很誇張 他去連鎖店喔 去買一個漢堡 吃完漢堡 他就覺得說他年紀有點大 他就過去說 我這裡有一個隨興杯 你幫我裝一點咖啡 因為當然吃完飯你要喝咖啡嗎 當然 對 還沒有要給錢喔 那個人說先生咖啡是多少錢 他說不用 我就要那麼一點點 我是義大利人 一點點就給你了 你那麼多我喝不完 你就給我一點點 而且他那個店員說沒有辦法 我沒有什麼政策 他說 你們有什麼毛病 你知道我是義大利人嗎 喔 義大利一定要喝咖啡 來就喝咖啡一點點就好 不給我 你還要給我瘦錢 沒有咖啡怎麼喝啊 對啊 欸 義大利人的確要喝一點 不喝不行 業員真的就覺得說 他被罵得差不多 他就 他就說說 先生 我們不能給你咖啡 我抱歉 你必須買 對 你必須買 我沒有辦法 我必須買咖啡 你不給我咖啡 我就不走 我覺得美國人跟義大利人 有點世仇 對 義大利人到美國 也覺得美國人很快 他們義大利人就說 一天 我義大利人 一天我去美國 我去餐廳 我沒有看到什麼 所以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他要叉子 他要叉子 然後他說 我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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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嘿 先生 你不能放在桌 你閉嘴 對… 他只是說 他說我要發我的內部 發音太亮 義大利人發那個發音 會怎麼發呢 發 對 發我的內部 好像跟另外一個發音很像 發音 而且他就說 他去那個房間 然後跟他說 媽媽 我要在桌 對 我要在桌 我要在桌 你不要在桌 然後他說 沒有 我要在桌 桌跟SH 那個短音的那個 IT 不一樣 他們兩個都會突然講到這個笑話 一定要滿足 不滿足他們就要吵起來 人生 對生活的態度 對 麻友也太合意大利 來 麻友 就是義大利人 就是對商品 然後是服務的要求很多 然後就是意見又很多 每次錄節目的時候 只要講到什麼披薩 義大利麵 子龍一定會說什麼 No…媽媽咪 就是一定會講 他們講一些超奇怪的配法 什麼上披薩加一大堆 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喜歡 就是我們就喜歡 把章魚燒放在披薩 我也喜歡什麼 日式的 那就是台式的耶 對 就不用那麼堅持 說到那些拿破裏的東西 拿破裏 拿破裏 義大利麵 然後它上面的東西 跟拿破裏 完全無關的章魚燒 章魚燒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寫大阪義大利麵 就是大阪麵就好了 為什麼硬要掛上一個義大利的名字 為了把價錢拉高 真的 我不喜歡這些 我四種合嘛 對啊 那你喜歡卡利福尼亞肉嗎 你會覺得很驕傲嗎 你太麻煩了吧 他講的是 卡利福尼亞肉是在美國 才產生的這種Sushi 但是對日本人來說是 夾壽司對不對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夾 這個有機會 講得有點道理 好像有點道理 好像有一點道理 當然你到卡利福尼亞 去卡利福尼亞肉就合理 所以義大利人來你家 他們不在義大利 你沒有準備一個 比如說一個義大利麵包 長棍的那個 他就發瘋 他就不吃了 我起伏他都 我麵包在哪裡 我麵包在哪裡 沒有麵包 我都搬他給他 我搬他給他 他就不要吃就好了啊 他怎麼還要吃 我們有的吃就很感謝 拿那麼多毛啊 對啊 我不會覺得 除了這些講的 還有後面那一位啊 法國 法國 你對法國也不開心了 我們真的 我們這是紳士跟他們比起來 我在張維尼斯 我去了一個飯店 我們前面要 在櫃台上有一個法國的觀光客 他就是要睡那邊 媽媽咪啊 我聽他是抱怨 以大堆真的很無聊 他就是 他就是在模仿法國人講法文嗎 那個時候他說 那個燦光不夠 我不喜歡這個房間 那個床太小了 我寫到桌子 對啊 你就是以大堆 你說法國人還是像義大利人 對 法國是小義大利你知道嗎 法國是小義大利 在美國人的眼中 什麼 對 比如說那個麵包 你沒有給他麵包 一旦人是 很大聲 法國人會說 這個餐的麵包是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賠一個麵包比較好 對 不同程度的 一樣都是奧客 都是奧客 人家一般 這個韋弘應該聽起來不開心 跟美國人解釋一下 我們的料理就是比較精緻 就是你們不懂的 OK 其實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我們就是很驕傲 什麼都有拯救 麵包不能太軟 不能太硬了 我去義大利 他們的麵包好難吃 沒有加鹽巴 誰會上次啊 真的很噁心 這不行 然後你們要知道的 OK 我承認我們法國人比較傲 可沒錯 真的是這個理由滿重要的 然後我有一個奶奶 她差不多90歲 她的行為非常討厭 她會等服務生在我們旁邊 然後開始批評她 假裝她不在我們旁邊 然後跟我講 我愛紅這個服務生 她是不是完全不勤快的 這裡我們說的話她聽得進去嗎 是不是超級討厭的 就是她站在旁邊的時候 就特別講這個話 對 故意的這樣她會比較丟臉 但是你們要知道的第二個理由 我們法國的服務生 就是比較沒有禮貌 比較討厭 幽默很爛 然後他們會感受到你的對話 我又去那邊約會再說 你要記得幫對方結帳 這樣沒有禮貌 你管我 你管我啦 你不要管我的事 服務生會這樣講 對 跟台灣的完全不一樣 你要幫他結帳喔 不然這樣沒禮貌 對 然後敬一下你在講什麼 他會馬上感受到你在講的東西 他會加入你的談話 加入你的對話 你管我啦 你就走開啦 不用這樣啦 所以我們菜會比較奧客 好 OK 妙牙 你要來說哪一個國家了呢 我覺得是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 我當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來當交換學生 他從俄羅斯來的 然後他就說 瑪莉亞我知道 我知道一個方式 可以讓我們吃很便宜的菜 因為你知道我們很窮的學生 也沒有賺什麼錢 然後大學也沒有給我們什麼錢 可以用嘛 所以我們來一起吃飯吧 所以我就跟著他去了 然後在那邊我們就 快吃完 快吃完完飯 然後他就跟我說 好 那我們現在 丟一個頭髮在裡面 然後說 這個東西明明就長長的 然後我們就這樣不用付錢了 然後我這樣子覺得 很有臉 很沒禮貌 然後我就不覺得我說 我沒有辦法這樣子離開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想說可以這樣子騙人 他有人在做不了 你看到沒有 你可以丟眉毛 可以拔眉毛 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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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毛比較眉毛QQ的 QQ的 俄羅斯趕快反駁一下 俄羅斯沒有要反駁是不是 我真的不要反駁這個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個人生太OK了 應該是特例吧 對 真的是特例 我覺得俄羅斯人也不敢這樣子 其實這也會被發現 你吃完了都已經吃到完了 一根毛在那裡 誰都知道是你幹的好事 對啊 這是硬要 對啊 見底了 你那不好吃 你超髒的話你早就知道了 小時候 我那個 我的繼父他是義大利的 有 妳講過 妳講過 妳針對義大利 我很小 我很小 所以我很想吃一個糖果 我就偷走 我就偷 我就被抓到 就是他們就嗶嗶嗶 你偷糖果 你小孩不好 怎麼樣 我就說對不起 然後怎麼樣這樣 我的義大利繼父說 你真的很笨 那個糖果不是這樣吃的 你不是這樣偷的 我說 那是怎麼偷的 他說他帶我去下一個超市 他說 你看喔 你跟著我走 你要吃哪一個 他說我想吃這個 他說好 你吃這個 我吃這個 他就拿他還要吃的嘛 走...我們就走 你看 這個超市有攝影機 你要看他打的方向啊 你看這個打這個方向對不對 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吃完 我們就吃完之後 你看 是不是現在有包裝嗎 我說對啊 所以會嗶嗶 對 你看這邊是賣那個賣片 我們就藏在後面 這樣子放好 放好之後我們再走出去 其實我的繼父 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是 他媽是會教人家做壞事的 爸爸你跟吃完啦 他有手段 很有手段 教人家 重點是他還是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 但是走之前 還是要跟老闆小帥玩的 為什麼我要選擇這些故事 他都要便宜 都要免費的 好啦 OK啦 那我們今天聊了以後 聽到各個例子之後 我覺得自己本身聽一聽 也覺得 欸 你要只要換位思考一下 對不對 你就能夠多多體諒別人 有些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點貪小便宜的話 也不要忘記用別的方式回饋他 當然啦 對不對 好不好 OK 今天要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